这将宁波农民工大哥在火车上用盆讯时代泡面的事儿上了热搜 其实这位大哥只是饭量的 泡面的吃法还是最普通的方式 有吃货将泡面煮熟 沥干水分后 脑洞大开想出各种稀奇古怪的泡面吃法 一起来看看 1.泡面披萨 用它来做披萨饼底 加入自己喜欢的配料和酱料 再放进烤箱中烤制 2.泡面三明治 用它来代替面包 加入自己喜欢的食材 如火腿、鸡肉、蛋等 再涂上芝士或酱料即可 3.泡面煎饼 将泡面煮熟 加入蛋液和葱花搅拌均匀 倒入平底锅中煎至两面金黄 4.泡面油条 加入酵母和面粉搅拌成面团 发酵后切成调整 用油炸至金黄酥脆 5.泡面包子 加入肉馅、蔬菜等自己喜欢的食材 包成馅饼状 用蒸锅蒸熟 6.泡面饺子 加入肉馅、蔬菜等自己喜欢的食材 包成饺子状 水煮或者煎炸都可 7.泡面薯片 切成薄片状 用油炸至金黄酥脆 可以加入各种调料增加口感 8.泡面寿司 摊成长方形 加入自己喜欢的食材 卷成寿司卷即可 9.泡面炸鸡 切成小块 沾上面粉和鸡蛋液后 用油炸至金黄酥脆 头感独特 10.泡面烧饼 取一包方便面面饼掰碎 放入搅碎机里 加火腿肠鸡蛋一起搅碎后 搅拌成粘稠的糊状 用电饼成捞制定型 再刷一层蒜蓉辣酱 好吃又过瘾 这样做法的泡面你吃过吗 10 10 10 谢谢大家